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小雅已经三个月没来立假了 紧接着小雅被诊断出怀孕了 而负责照顾她的男护工老辈成为了最大的嫌疑对象 同事们都感到诧异 在他们眼中老辈为人正直 对待工作尽心尽力 完全不像能干出这种事的人 可所有证据都指向老辈 他被小雅父亲指控送进监狱 但他却一点都不后悔做了这样的事 小雅原本是个舞者 一场车祸让他成了植物人 小雅的父亲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他要聘请医院最好的护工来照看女儿 而老辈正好就是不二人选 为什么父亲如此放心 把女儿交给一个陌生男人呢 原来小雅父亲是一名心理医生 而老辈之前是他的病人 他曾以取向问题备受困扰 就在小雅出车祸前 老辈主动找小雅父亲看病 所以在父亲看来 老辈应该对女儿不感兴趣 而且他在医院的口碑很好 刚开始父亲还是有些顾虑的 他有时会突然到病房查看 而每次看到的是老辈像照顾家人一样 无微不至给女儿擦身体做按摩 他就这样尽心竭力地照顾了小雅四年光景 但你想不到的是 这里面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一切还要从四年前说起 老辈住的地方是小雅的舞蹈室对面 他每天都可以在阳台看小雅排练舞蹈 渐渐地老辈喜欢上了他 但他不敢出去打招呼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小雅的钱包掉了 他赶紧下楼捡起钱包追上小雅 小雅还以为是跟踪狂 老辈把钱包还给他时 小雅这才打消疑虑 他还把小雅送到家门口 但他也没多想 只当老辈是个好心人 小雅全然不知 他一直被人暗恋着 有一次老辈没看到小雅去上课 担心他出了意外 便迫不及待地来到小雅家 小雅父亲是位心理医生 老辈就编造自己有取向烦恼 假装找小雅父亲咨询 实际上是想确认小雅安全 老辈结束咨询后 趁前台没人 便四处寻找小雅的身影 无意中看到他在沐浴 还好他没事 但他情不自禁地 溜到了小雅的房间 老辈顺走小雅的发卡后 正打算离开 却遇到他正洗完澡出来 老辈说完就走了 而小雅都被惊呆了 此时他正好听到 父亲的助理说 老辈只是一个同志 小雅就没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之后老辈经常拿着发卡 堵物私人 但在一个下雨天 他发现小雅又没去上课 后来才得知 小雅出车祸成了植物人 于是老辈就去医院当护工 靠着照顾 瘫痪母亲20年的经验 竟成了照顾小雅的最佳人选 曾经日思夜想的人 现在可以朝夕相伴 即便小雅是植物人 老辈也深爱着他 他的嘴里喋喋不休 小雅说过喜欢看末片 他会特意去看 然后再讲给小雅听 尽管小雅根本不会回应 但老辈对小雅的爱 却有增无减 他四年如一日 细心照料着小雅 在他人眼里 这只是护工照顾病人 而在老辈心里 他是在照顾自己的爱人 这个秘密 所有人都不知道 除了谢鼎 谢鼎是个记者 在一次专访时 结识了身为斗牛式的女友 他深深被女友的 独特气质吸引 但好景不长 女友在比赛时出现意外 被撞成了植物人 这彻底让谢鼎变了 他无法接受沉睡的女友 连帮女友翻个身都不敢 更别提像老辈一样 天天在病房里自说自话了 他觉得这样做 根本毫无意义 而老辈却认为 不管他们能不能听见 与其相信科学 不如相信奇迹 或许爱是他们苏醒的 唯一办法 谢鼎被他的场景感动 他也开始学老辈 每天跟女友说话 遇到好天气 两个大男人 会把女友挪到阳台上晒太阳 分享曾经的往事 他们也成了铁哥们 而医院的同事看到后 更加相信老辈是同志了 女友的前男友来到医院 谢鼎擅自结束了 和女友的感情 她在离开前找老辈告别 老辈却说想跟小雅结婚 尽管她是不会醒来的植物人 谢鼎觉得老辈简直疯了 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植物人根本无法同意或拒绝 这完全是用自己的爱 在强迫别人 谢鼎去旅行后不久 医院就发现小雅怀孕了 她已经两个月没来立假 追查后得知 老辈偷偷窜赶了护理病单 她成为最大嫌疑人 最终她被小雅父亲送进了监狱 八个月后 谢鼎在报纸上 却得知老辈强暴小雅被起诉进了监狱 谢鼎去监狱看了老辈 老辈没有丝毫后悔 只想知道小雅的近况 但监狱的人不会搭理她 谢鼎知道她的做法不对 但也能理解她 那种无法克制的爱 之后谢鼎帮忙打探小雅的消息 顺便住进了老辈家 谢鼎站在阳台 看见了老辈说的舞蹈室 但无意中却发现 小雅居然出现在教室里 谢鼎简直不敢相信 她望了望床头的照片 对 就是小雅 原来小雅早就醒了 在她怀胎八月的时候 诞下一个死鹰 而这次生产 却奇迹般地唤醒了她的身体 得知这个好消息的谢鼎 正打算在下一次探视时 告诉老辈 却收到监狱发来的消息 老辈留下一封信给她 原来这八个月 老辈在监狱里饱受煎熬 她不愿活在没有小雅的世界里 如同没有生的希望 她选择了离开 但她一直到去世 也不知道小雅已经苏醒 最后谢鼎来到老辈坟前 和她聊起天 就像之前她和小雅一样 尽管老辈也不再回应 这是一个另类爱情片 爱并不意味着 你会从中得到什么 而是仅仅意味着 你将奉献一切 正如老辈倾注了 自己的全部甚至生命 让小雅奇迹般地苏醒了 但在这个故事里 没有女主角 只是一出独角戏 有些爱全心付出 也得不到对方的回应 但并不妨碍 她内心感到幸福 如果你爱一个人 那人没有反应 那么你能坚持多久 三个月 五年 还是一生 我应该不想念 我应该不想念